与你分享新的历史故事 带你领会不一样的观察角度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小狼 如今中国功夫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的代名词 不仅许多影视作品中都开始出现中国功夫 而少林、太极、永春拳已经逐渐在全球传播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功夫梦 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武林高手 从古至今 由许许多多的中国功夫流传下来 这也成为金庸、古龙等作者的思路源泉 所有的艺术都来源于生活 文学创作也是如此 一些比较出名的武林高手 都是现实中存在的 就像霍元甲、黄飞鸿等人 他们虽然在一些影视剧中 有着非凡的功夫 但在晚清时期还有比他们厉害的武术高手 晚清十大武术高手其中包括了霍元甲、黄飞鸿 但他们却没能排到第一名 排在第一名的武林高手竟和关羽齐名 实力恐怖至极 第十郭云申 说到郭云申 就不得不提他的异形拳了 单单凭着一套拳法 郭云申就打遍了半个江湖 可见这套拳法是有多么的厉害 一开始的郭云申学习的是申学拳 后面学成之后 才被父亲送到山西继续学习异形拳 没有想到就成为了他的代表作 第九霍元甲 霍元甲是清末时期的爱国武术家 出生于天津的标识家庭 因为体弱多病 父亲担心霍元甲 习武后有损霍家名声 所以不让他学习家传绝技 谁知霍元甲不甘心偷偷学习 意外被父亲发现学武天赋 便把家传密宗权传授给他 霍元甲十分喜欢和高手对战 时常签订生死状 也曾多次打败外国的大力士 最后却在和日本柔道会比赛时 被对手下毒慢性滥费药而适时 享年42岁 晚清十大高手除了上述这几位外 还有王子平 杜心武 韩木霞 燕子李三 郭云申 孙露堂 而十大高手中最厉害的当属孙露堂 在近代史中素有五胜 五神 万能手 虎头少宝 天下第一手之称 第八杜心武 被称为南北大侠的杜心武 从小就败在了自然门下习武 习成之后也继续传承着自然门的功夫 成为了这一派的武学最高造诣者 有着不一般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 杜心武的成名病是因为他的架打得有多好 而是保镖做得好 他年少之时在云贵一带替人做保镖 备受好评 几年后有赶赴日本留学 还结识了孙中山义干人等 回到国内就辅助孙中山展开革命 第七王子平 在这晚清的十大武术家中 要说谁用腿是最厉害的 那自然是王子平啊 王子平的腿部非常有力量 相传能够举起千斤的物体 所以也有一个千斤王的称号 像我们现在在电影中看到的各路腿部功夫 大部分都是由王子平这里改编下来的 王子平不仅在江湖上有着很高的名气 也同样是被官方所认可的 在民国时期 他被聘为少林门门长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还被推举为武术协会会长 可见是有真才师学的 第六李三 这位武术高手和前面的几位都很不一样 他严格来说只能算得上是一位武功高强的人 并不能称得上是一位大师 因为他是一位盗贼 李三也不是他的真名 只是他的一个化名 李三在江湖上有着燕子的称号 就是因为他有一身轻功 非一眼走壁 十分了得 但关于李三的真实事迹 历史上也很少有记载 自己是一位原轻功非常好的人 但也有人推测 他既然能够位列晚清的十大武术高手 证明他应该不是一个坏人 更大的可能是 他是劫富济平的那一类人 这个说法也被很多人所接受 第五韩木侠 除了董海川之外 晚清的十大武术家 还有一位是使用的功夫和八卦相关 那就是韩木侠 原本韩木侠事与习武没有什么缘分 因为他的家中祖祖辈辈都是农民 但韩木侠从小就对武术情有独钟 经过多年的勤学苦练 终于成为一代大家 韩木侠最擅长的一个就是八卦意向 后面了传授自己的武学 还在南开大学附近开设武馆 希望能够教会那里的大学生强身健体 文体全面发展 在南开大学的时候 他还结识了当时还在读书的周总理 和他成为智友 一直到很多年之后 韩木侠都记得这一段友谊 因为对他真的有很深的影响 第四大刀王武 王武原名王正义 因为使得一手好刀法而得名 为人正直爽快 所以人送外号大刀 他败在李凤岗门下 因为排行老五人成外号小五字 所以被取名大刀王武 相比于武术修为 王武一生行侠仗义 支持维心运动更被人崇敬 也因此被人称为一代豪侠 学成的王武并没有想着威名远扬 而是一心想着 如果就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 他与谭四同一同进行维心变法 企图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这个世界 但很可惜失败了 之后的义和团运动兴起 他也毫不犹豫地参与其中 凭借着自己的一身功夫击退外国侵略者 最后在八国联军大举进攻时 他不幸牺牲在战场上 第三 黄飞红 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毕竟现在和他相关的影视作品 没有上百步都起码有五六十了 可以说他是知名度最高的习武之人之一 但历史上真实的黄飞红和影视作品中的是有不少出入的 我们熟知的黄飞红是武功高强 各种招式无疑不知 是真正的武学大师 历史上真实的黄飞红并不像电视剧中那样潇洒 他年幼时家境贫寒 父亲只能靠武艺维持生计 希望黄飞红能在文学上有遭遇 谁知黄飞红从小艳文习武 经常偷偷看父亲卖艺 谁知黄飞红在武术上天赋极高 许多招式一学就会 黄飞红受多为老师真传 学会红拳中多种技法 成为清末代表性的红拳大师 但黄飞红的厉害之处远不止于此 除了武功 他的医术也是一大法宝 在当时的岭南一带 他是非常有名的中医 给很多人治过病 有话陀在世的称号 第二董海川 董海川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中 年轻时喜好学习各家权术 为了学习更多武术技艺 云游四海 担心给家族的人招惹麻烦 改名海川有海纳百川之意 董海川身材魁无必利过人 又擅长搏击 从小学习各种权术 在江湖游荡的过程中 董海川结识了很多的习武之人 他不断地向其他的门派学习功夫 最后融会贯通 及各家之常于一身因创始八卦掌而闻名 带着自己创立的八卦掌 董海川继续行走于江湖之中 成奸除恶 也有很多学徒跟着他习武 是晚清习武之人的一大楷模 第一孙禄棠 众所周知 武圣一般指的是关羽 而孙禄棠却和他齐名 也得到了此称呼 孙禄棠是孙氏太极拳的创始人 晚清时期的武学家 他天资聪慧却过得十分凄苦 年幼丧父的他有母亲一手抚养长大 因为喜欢武术 所以四处拜师学艺 又因为天资过人深受各位老师的喜欢 经过了多年的磨练 学会了八卦拳的精髓 创造出孙氏太极拳 孙禄棠有多厉害呢 年近半百时 徒手机晕来自俄国的著名格斗家彼得洛夫 六十多岁时 将日本天皇亲命大武士版元一雄打败 七十多岁时又以一人之力击败日本五名高手的围攻 也因此有了天下第一手的美誉 霍元甲 黄飞鸿这两位高手 因为各种影视剧被大众所熟知 但现实中的武术技艺并没有那么出神入化 可以说远不及孙禄棠厉害 而孙禄棠虽然没有很高的知名度 但他的武术技艺却是实打实的 所以被称为武圣并不为过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了解更多历史相关小知识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